主要是把JavaScript裡面本來是用Pronter跟Alert 把它再改成一些簡易的表單元件 裡面的話包含前面比較簡單 像那個成績判斷 像那個數字轉英文 還有就是比較重要像那個陣列 陣列裡面的資料 當然我們本來是把Alert 1 2 3 3個 其實也可以把它轉換成List View 那這個地方的話特別注意 將來可能會用到比較多的 也許就是在資料庫裡面 比如說你資料庫裡面的東西撈出來 你要把它放在List View 這個概念其實跟上禮拜講的還蠻接近的 所以這部分可能要比較熟悉 熟悉這部分 不然後面的話你可能 再連接比較多的一些大量資料 就會有問題 目前我們還是用比較簡單的資料 如果大量資料的話 不外乎就是 放在資料庫 或者是放在Json檔 或者是放在JS檔裡面 把它讀進來 或者是說 我們 將來 還有像Local Storage 可以把那個資料 可以把它 就是做 做存取的動作 後面還會再提到 那今天的話呢 後面還有幾個 範例 所以前面我們大概 上個禮拜大概講到這邊吧 就是 第九個 那下面的話 當然請輸入半徑 那產生結果 我想這一題 也許各位可以試試看吧 把它稍微 也這樣做個修改 輸入的部分 也許你可以 給它一個 文字方塊 讓它輸入 輸入完之後 自動把結果 跳到 這個下方 也許是一個 DIV裡面 或者是一個 這個一個段落也可以 那再來就是有關99乘法表 99乘法表前面我們是把 RUN出去 不過 RUN因為它寬度不夠 所以我有些 相乘的結果 把它省略掉 如果說我今天 請各位 待會一樣 開啟這個 99乘法表的範例 那裡面的話呢 一樣就是做出 上個禮拜的部分 有沒有 這個上面是固定的 下面非固定 所以下面如果說你在 這個 就是 陣列裡面多增加一個 像我們 有小丸子 小玉花輪 如果說你再多一個 上禮拜好像增加一個爺爺吧 它底下也會出現 那99乘法表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呢 當然我 假 假設 我希望把前面的那個 JavaScript的程式 應該還記得吧 跑一個 基本上跑一個外回圈 外回圈呢 其實就是處理什麼 處理你的第幾列 第幾列 1到9列 然後內回圈的話呢 是處理 它橫向的 處理藍的問題 所以藍列 那如果今天我需要 怎麼樣 把這個結果給輸出 放在那個output 也許我底下有一個output DIV 要怎麼做 然後 好像我同學做這個部分的時候 好像有 提到 好像有問題 不過 我是沒有問題 可能不知道卡在什麼地方 因為回去 同學有試著做 那另外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 這個地方 它輸出了 沒有問題 可是問題是排版有問題 什麼排版有問題 比如說它的 相乘 如果前面 乘數跟背乘數 一定都是 1到9 所以一定是都是 一位數 那如果說有今天 後面 相乘的結果 有可能有一位數 有可能兩位數 那會造成什麼 排版上面 有沒有 有的好像 比較短 有的好像 比較長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做出來 結果 如果讓這個排版 不至於怪怪的 所以後來我好像又改了一個版本 這個是 沒有處理的 那後面如果處理完的話 類似像這樣子 如何讓它 排版 變得 有沒有 比較整齊 這個地方 恐怕就要在城市裡面稍微做了 做一點 做一點 判斷 那該在哪個地方判斷 其實 這個 當然你要去推敲 這個我想 你可以想想看 同學 也是做了 不過可能 有些地方 沒有做出 結果來 那要怎麼樣 剛剛好 可以讓它排版 至少啦 不一定說 100%完全的整齊 但至少你會發現 它 這個每一欄 每一欄之間是對準的 裡面該怎麼做 其實關鍵 下面我有放程式 那再來就是 好像有同學有做那個什麼 剪刀石頭布 或者是說 前面好像有那個拆數字的 不過特別注意 如果你用prong的話 你可能要不斷的用 fire回圈 如果說我們今天的設計界面 已經在那個地方 你就不用一直prong了 所以不用一直讓它跳出來 那也就是說 你設計的概念 就要稍微做一點調整 你就不需要用fire 所以那個fire回圈 恐怕需要再改一下 那 剪刀石頭布 這個 應該 前面我們做過了 我們是用prong 不過這個地方 我不用prong 因為prong的話是 輸入123 石頭剪刀布 其實我們這邊叫剪刀石頭布 不過這個範例是參考那個 我前面講過日本的那個書 他是石頭剪刀布 不過我好像發現 對岸也叫石頭剪刀布 為什麼會到我們這邊變剪刀石頭布 不過這也不是重點 反正知道就可以了 反正就是比啦 兩個去猜 那到底電腦亂數出一個 跟你出一個 結果顯示出來 所以第一個 我要怎麼樣把前面的那個 prong和alarm改成什麼 那改的方法我大概 改兩種 常見的 第一個是 用option 用單選的 因為石頭剪刀布 你一次只能選一個 所以怎麼樣把它改成option 而且選了之後按確定 你底下要能夠顯示什麼 你出剪刀 我出剪刀 你出石頭 你贏的 那我是指電腦 你的話是指那個 就是你現在這個用的人 然後最後是輸贏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那等一下回來看 那這個重點就是 第一個 如何使用option 這個原件 表單原件 第二個 當使用者填的這個 option 選項 那你要怎麼能夠抓得到 到底他選哪一個 這個程式該如何撰寫 OK 那 當然後面我們還會再提到 比如說 讓使用者一直玩 那你 可是問題 現在 一邊玩 你沒辦法記下來 有沒有 記下結果嘛 到底 一直玩啊 那可是問題 你最後 比如說 玩了20次 那到底是你贏了還是電腦贏了 你要把它怎樣 記錄下來啊 如果你沒有把它記錄下來 那怎麼知道到底最後結果是如何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後面如果說你的資料要能夠保存下來 那要用什麼方式來保存 比較簡單 OK 基本上後面 因為我前面有跟各位講過說 你可以用那個 Local Storage 可以把它存在哪裡 手機端 它基本上應該是一個 XML檔 把它存在手機端 或者是利用那個 Web SQL SQL Database 你也可以用Database 不過 Local Storage 跟Database 兩者之間 還是 Local Storage 簡單很多很多 為什麼 因為它存取 就是Local Storage SetsItem 就是把它存起來 就這樣而已 那如果說你今天 你要把它 取得的話 你就把它Get 它裡面就是Key 一個Key 一個Value 反正你把資料抓回來就可以了 那如果用資料庫的話 就沒那麼簡單了 會牽涉到什麼 Create Database 就是產生一個Database 然後在Create Table Table裡面還有欄位 欄位還有擠欄 然後它設定什麼 它的資料形態 然後最後 它要Insert in tool 用SQL語法 抓的話 再把它Stlay了出來 所以基本上 如果用資料庫 難度大概會 至少倒增 數十倍 十倍以上 所以 如果沒有意外 如果當然一般 只是單純純資料 我倒是建議你乾脆 用Local Storage 就很夠用了 不過資料庫當然 處理複雜的資料 比如說你有很多欄位 或者 可能還是非得必要 還是需要用到資料庫 那後面 我也會跟各位 再來講這個部分 怎麼去使用 剛剛講的這兩種方法 儲存 當然在 就是手機端 HTML5 除了這兩種之外 當然還有其他的 不過常用的 這兩個我想 應該 足夠 你使用者端的資料儲存 後面可能就是在遠端 比如說你可能後面有架 SERVER 你可能在兩邊 可以互相的 溝通 不過後面這部分怎麼做 有機會再來談 OK 慢慢來 一步一步 如果你前面都沒有學好的話 後面 根本就是 很大的問題 所以 第一個 我們怎麼樣用 選項 Option 部分 那底下當然我有把那個 程式的畫面 截圖 那第二個就是說 把它改寫 因為在單選的部分 其實你可以用Option之外 其實你也可以用選單 這個選單的話 當然點下去之後 會彈出一個選單 讓使用者選 選的話也是單選的部分 選完之後 你也可以要判斷什麼 到底使用者選哪一個 最後結果 你會發現也是一樣 那它的差別只是說 這個 表單的使用方法 哪一個比較適用 其實我想 根據你實際上的狀況 你可以再去 去使用 那什麼 哪一種比較適合 我想你可以去取捨 不過 我們兩個都練習 至少你要知道這兩個 怎麼去使用它 最後的話 底下有程式 那最後還有什麼 請輸入那個正確月份 這個也是前面我們的那個 JavaScript裡面練習的題目 所以底下我的邏輯是這樣 先跳出 這是幾月 有沒有 然後讓使用者選取 選完之後的話 再按確定 讓他判斷一下 OK 所以大概會有這樣 裡面的話 選取的方式 還是用選單 其實也可以改成Option 不過這部分 我想各位 可以自己再去 再去做一些修改吧 大概會有這幾題 今天的話 至少會把這幾題先講完 所以請各位 一樣 第一個 先開啟我們之前的練習 這個是我們 前面講的 然後我們今天是把什麼 把這個 99層發表 第11個這個 跳出來 之前的 那我要把它轉換到 這個另外一個地方 不過 同學是有說到 你說點下去 沒有 這個倒是不知道什麼 因為裡面上 基本 這個管理裡面應該 也沒有動嗎 這個可能再找找看吧 看有沒有同學遇到 類似的問題 就是 這個及時之後 這邊點下去 它跳不出來 但是你說在那個 瀏覽器裡面 可以吧 但是會被封鎖 對不對 這個可能要看看 因為 我覺得可能跟電腦有點關係 你是Win10嗎 Win8 Win8 Win10 好像 可能 這個再找找看好了 不然 至少你可以 Walk 也許你在 瀏覽器上跑 可以 那你就在瀏覽器上跑 好 那這個地方呢 怎麼完成 第 第11 所以請各位一樣 建立一個那個 CH3-11的這個 這個 這個網頁 那我是把 前面的那個 範例拿來做修改 那我 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改完當然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 不用管說 不過特別重要 因為這橫向寬度不夠 所以可能要拉寬一下 這個是最後 有對齊的 那一個版本是沒有對齊 不過你們可以先試著 反正先改成 沒有對齊版本 再來做 有對齊的版本 試試看好了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建一個 CH3-11的範例 範例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裡面呢 到底有哪一些 比較重要的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